先歡迎我們今天第一位嘉賓 I I I 大家好 進來直播室時 派出戲票和炮谷 因為要準備進入戲院看他的音樂劇場 進入這首歌 Last Dance 作曲部份有I I I 填詞找到周瑤輝 編曲監製也有I I I 和Perry Lau 時間好像永遠都不夠用 要學會調整優先次序做哪一件事 假如今天決定了要先歡樂走 最後也不要後悔 盡情玩、盡情瘋 今天有I I I 帶她的Last Dance 今天好像要開心一點 首先要先跳舞、吃炮谷 先享受劇本 正如剛才Woody所說 時間線上I I I 似乎是控制的 很少時間,要做很多事情 因為上次拍這首歌 我們首播了 其實她上兩年在做很多電影配樂 例如《讀舌大狀》和《白影之下》 《年少日記》 對不起各位,《年少日記》是有份參與的 主題曲也是跟劉香琴一起唱 其實自己的拍檔歌 對上一首已經是跟安仔的《雷公》 已經很久了 所以是否因為攪電影配樂 所以攪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整個2023年都在電影和電視劇配樂 但我覺得很棒的是電影配樂本身是一個團隊 我在跟不同的導演、不同的團隊合作時 好像會學會用不同的聲音說故事 這一點帶回我自己的作品裏 或是更加知道自己其實裏面有很多自己的故事想說 所以可能以前也會想在創作和可庭情上想想如何平衡 但因為心癮太大了 一直很想出自己的歌 所以我是任性放自己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也是由做電影配樂時 好像把自己的心癮出來 因為我們收到這首拍檔歌時 問案其中有兩個字是令我感到 他說這首《Last Stand》是一個劇本 然後我就要問他 即是你接下來有一個舞台劇 有部電影還是怎樣 他的解釋很棒 其實我會說在我的音樂中 我不單單是用聽覺 我一直都覺得我自己的音樂 是建構我的世界觀 然後我希望可以用一些舞台元素 燈光、動作、舞蹈、舞蹈 各方面的東西去配合 才是我把音樂帶給觀眾聚上的呈現方式 即是很全面的 不只是耳朵聽 但這件事也要有很多不同人的配合 只要動用很多人力和資金 很感謝大家 例如《雷公》的時候 跟安仔合唱的MV也是 一大場盛宴 說得沒有《雷公》那麼遠 至於這首歌在樂手或編曲上 用了Big Bang的形式 也需要很多樂手去配合 這次其實我很開心去跟Perry 我第一次真的這樣跟她去製作 我記得當時她在2024年1月 突然檢查我 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去做一些工作 因為她知道我一直都想出歌 然後她也覺得我們的氣氛比較升 所以當我接到這個邀請 我會立即說好啊好啊 自己有人敲你妹妹 對呀 我覺得很開心 我很相信吸引力法則 我覺得適合合的人是會大家走在一起 雖然當時她忙著又做這部電影 但是你涉入了很多東西 又有朋友可以來幫你 還是要延續這個很大型的Jazz的感覺呢 其實我一遇到Perry之後 我立即將我2023年儲落的展示給她聽 然後其實我們也… 你還有時間寫展示嗎 可能是即落的 可能是即落即落的 對呀 麗爺說得對呀 其實在你月亡的時候 會不會有更多自己的展示 即是不行 我要先停一停 然後可能就自己埋著琴 但那些東西先不要攪拌 電影的東西先放在一邊 這是我的小空間在發洩 有時做個人作品的時候 可能是你某一個出口 會的 因為我很喜歡自己的深夜 鋼琴有一個mute pedal 我就mute了它很細聲 然後自己會一邊彈一邊哼 戴著耳塘耳機 對 即是很… 很依妄 對 依妄自己個人的狀態 然後就寫展示 對 離開了電影別人的故事 那你這首歌是何時的展示 其實這首歌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當時在2023年2月 我跟Marv Winker有個節奏 當時我第一次跟女團成員合作 我就是覺得趁機很想挑戰自己 就是給觀眾看一個深夜 做一首可以在台上跳著唱的歌曲 受女團影響 很想被他們啟發 然後我同時跟姚輝合作一個show 當時他有一個multimedia show 找我做focal 然後當時我們經常會談一些關於音樂藝術的看法 是在PMQ那個嗎 不是那個 另外一個是在大館 對 大館的一個show 我們通過了六場 是不是那個門口有一輛車 例如的士 對 那個是大館 對 那個有你份 那個也很棒 是multimedia 就是他剛才說的東西 不僅用聲音 配合很多東西 視覺也要參與 而耀輝也是他自己做了一個show 他是填詞人 你以為只是文字 但不是 他落場很喜歡 對 視覺 他試了一些藝術給大家感受 對 所以當時就認識他 已經齊齊人腳了 對 身邊所有人 找到編曲人 找到填詞人 對 填詞我也有 做歌 坐滿的士 對 坐滿的士 對 很順利成章 總之我當時有這張照片寫快歌的時候 我立刻想起他 他立刻答應 然後那個速度 我記得一個多星期 他已經問我 How's the lyrics 我還沒收到 他說他幾天前已經發了電郵 掉了一張電郵 不好意思 我收不到 然後我一看歌詞 我是一粒字都沒有改 我是覺得試唱了一次已經很爽 但你有沒有方向給姚輝老師 大家說我會寫一個訊息 錄一個很長的聲音 錄成千字文一封送 還是你只是告訴他 我受女團影響 女團一點 姚輝 姚輝按摩卡丁 你跟他聊過什麼 我找第一次給他的時候 我的demo名字叫Let's Dance 一起 Last Dance 不是Last Dance 一起跳吧 對 我當時已經覺得 是一首表演 我幻想是一首表演場地 然後我要跳這首舞 是一個最後的道別 當時可能我只給了這個小訊息給他 然後他帶出現在的作品 變成Last Dance 對 其實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最後 但你要對待那件事是最後的進程 表演也是 大家都說 最初一次上台 可能今次都用盡力 但你這個demo應該是在自己睡房躲起來 很小聲 但又很自騙地跳 但是踩著Mill Pad 是聽不到的 但跟製成分的分別很大 對 但其實我一開始想的時候 因為我只有一個琴一百聲 我已經幻想著有一堆Bras要畫出來 節奏已經很緊湊 很有節奏感 先分享這個demo 自己寫了這個demo也有很多畫面 是否跟Perry分享這首歌想怎樣延伸下去 因為我再給他聽的時候 已經不是這個版本了 已經是我 加了Bras 已經編多了很多東西 齊整了很多 然後最有趣的是 因為我POPFEST那次演出 2023年3月的演出是Perry幫我的眼球 其實當時他聽過我的版本 然後到2024年 我們真的想再做歌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 歌曲不應該在這個速度 應該更加快 更加升級 對 想感覺更硬一點 其實平日你做電影配樂 很明顯已經有畫面 或者已經有故事大綱 然後你再去配樂 現在反過來你已經寫了一些旋律 其實你的腦海有沒有事先的畫面 然後再給Perry幫我怎樣編 反過來是他做你的歌的配樂 例如你已經有華麗 例如女孩子穿什麼服飾 時代是在現代中環 還是在歐洲 還是在哪裡 有沒有這些 我自己第一個版本已經有畫面 是有點像舞台劇的狀態 所以我幻想是一個黑白白的劇場 然後有一些位是一個全樂隊 加上舞蹈員 但是他們有些位置突然 可能是探花 可能一下是一個光燈射著我自己的一個人 那些我已經有畫面 一直寫的時候 但是當交給Perry的時候 Perry就會更加覺得 這首歌如果升級了之後 他很想將它再貼近一點 跟觀眾更近一點 我們就把場景 由一個theater搬到酒館 即是跟觀眾更近一點 可以一起跳的感覺 乾杯 一起喝酒上台敬酒的感覺 甚至沒有一個舞台 大家可以一起跳 混入樂手當中 即使舞台也是一個很近 一級就上台那種 語眾同歡那種感覺多了 如果你一個theater 就是我看著你開心 最多被你感染 不好意思韌 但現在這個不是我一來 就已經是一起跳 又去你展示的那種last dance 對呀 是近了 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好像 我沒有給他展示 但好像到最後 他會回到我的展示 最後MV的畫面 是否也是你 MV我又要感謝我的團隊3800 其實這次跟導演阿星 我們一直聊的時候 我們都很想將 我現場表演的狀態 呈現給觀眾看 那是一個什麼狀態 就是你玩Festival很Hyper 對呀 真的是當下 我真的很想將我演出當下的所有情緒 我所有設計舞台效果 我都很想用一個MV形式 一鏡片過給你看 所以我們其實接下來 一堆的作品 我們都會用一鏡片過的方法去拍攝 需要遇到時間去彩排 或者跟其他舞蹈員 去樂手門 去試練 排走位 對呀 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跟CAM 跟一些舞蹈員的合作 就是我們每一次 CAMMove 和舞蹈員的Move都不同 但我們就是要夾很多次去拿到最適合 配合舞蹈員 所以真正成為了一個女團 努力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聽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變成了 CAM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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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Move